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西班牙甲組聯賽週六凌晨繼續進行 到時馬洛卡將在主場迎戰奧沙辛那 M直播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兩隊近方都不理想 加上彼此賽季積分差距不大 雙方金鋪戰勝和局並不出棋 馬洛卡2023年的聯賽戰績為4勝1和6負 整體表現難言理想 儘管如此 球隊仍然在職身榜上位列第十一 屬於今季西甲的中游分子 雖然馬洛卡本年度戰績不理想 但球隊並非未有貢獻經典的戰役 最近兩場戰爭 對手分別是黃馬爾及維拉利爾 而前輪更加主場逼和了黃蘇 這三隊不是豪門就是西甲的老牌競女 因此很難將馬洛卡定義為 唯一支毫無實力的球隊 維達特·梅利基是球隊最為倚仗的攻擊手 他目前攻入了10個西甲入球 其中主4客路 有半數入球幫助球隊先開幾路 足以見得他對馬洛卡之重要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 馬洛卡今季較為依靠主場搶分 32分之中多達21分是主場所獲 因此今季主場作之 馬洛卡就算在季整體發揮 所以不如奧薩薩娜亦無需打定輸數 陣容方面 後衛馬田華真特因雙缺子 奧薩娜近況和馬洛卡雙差不大 本年度已經進行的11場西甲賽事中 只有兩場勝仗 同期表現甚至不如馬洛卡 好消息是兩隊最近六次交手 奧薩薩娜取得三勝兩和一副的戰績 略勝馬洛卡歇許 其中兩次作客一勝一和未常敗職 同時他們目前環體職分方面領先馬洛卡兩分 地射倒是奧薩薩娜此行的優勢所在 不過需要注意 奧薩薩娜今季作客戰鬥力相對低下 十三輪作客僅僅贏下其中三場 雖則四場敗仗上算可以 但六場和波足以說明球隊 今季作客缺乏一錘定音的能力 安迪布迪美亞等主力攻擊手毫無疑問 需要做得更好才能夠贏下更多比賽 陣容方面 中場達高巴沙力被罰停賽 田豐·艾斯基爾·艾維拉則因相免疫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RIBE我們的頻道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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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